Hola, bienvenidos a 现代教育洋葱再现 大家好,欢迎来到现代教育洋葱再现 Soy double-fesola,孙佳莹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孙佳莹 那么一提起西班牙以及广大的说西班牙的拉美地区 大家首先的印象可能是 这样的血脉喷张的动牛市 或者是热情奔放的flamingo舞 又或者是体育界的帅哥 或者是演艺界的美女 那笼罩着迷雾和光环的西语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 想要探知究竟 我们需要一把开启这扇大门的钥匙 西班牙语 全球4.7亿人所说的语言 再不学我们就老了 好,那我们先来认识西班牙语的字母 大家在西班牙语的字母表里面 可以看到英语的全部26个字母 大小写也都是一样的 那除此之外 较之英语 西班牙语的字母 多了这样三个 第一个是 其 其 第二个读作 え也 第三个读作 えね 前两个字母在1994年的时候 被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请出了字母表 那第三个字母 依然多年蝉联 最具西语特色的字母的桂冠 然而这些荣辱成败 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并不会影响咱们今后西班牙语的学习 那好 那咱们就来一一认识这29个字母 请跟我读 A A B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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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E E F C F G G H H H I I J J K K K L L 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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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M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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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E C E E E C E E D U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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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Y Y Z 好,29个字母咱们过了一遍 大家是不是依然有点找不着北呢? 现在我们根据29个字母所含的共同因素 对它们进行再次分类 看看这一回,线索是不是更加清晰一些呢? 首先,第一组是含有A的因素的 字母分别有A Hota Ga Yega 和Z 接着 是含有A因素的 我们上下一组来看起 第一组 B 第二组 D 第三组 C C C 接着 V V H H 和它本身的字母 A 那细心的大家一定发现了 前面两组发音是如此的相似 难道是十三多年的亲兄弟吗? 对了,在西班牙语里面 这样两组发音非常相似的 是一组对应的轻拙辅音 它们发音的部位和发音的方法完全一样 唯独不同的是 拙辅音声带有明显的震动 而轻辅音声带是不震动的 所以,请再跟我读一下 那第一个上面的字母是拙辅音 读作 B B 下面是它相对应的轻辅音 读作 B B 接着第二组 依然上面是拙辅音 读作 D D 下面是它的相对应的轻辅音 D D 好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一点 是这个A的因素 我们发音时 双唇要向两边裂开 这也是西班牙语中俗称的微笑音 注意是微笑而不是憨笑 所以大家读这个音的时候 嘴不要张得过大 不要混杂入其他的因素 好 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三组是含有A A的因素 也就是前后都有A的原因的因素 好 字母我们还是上下看 F F S S L L E E E M M N N L R R 注意这里面是一个大声音 接着 N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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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组是含有一因素的 字母比较少 分别是 第一个是它原本的字母 一 注意这个也是一个咧嘴音 我们要含蓄的微笑起来 一 下一个 egis 接着 含有O音素的 只有它一个 就是O 嘴形张圆了 就自然发出这个音了 O O 然后是含有U的音素的 分别有U和G 好 我们按照这一个分类方法 把29个字母又重新认识了一遍 接下来 我们大家进入KTV模式 推荐大家一首字母歌 在这首字母歌里面 一共唱了三遍 一遍比一遍快 咱们试着跟唱 注意 前方高能 严重 洗脑 A V-C-J-D-E-F-A A-B-C-J-D-E-S-B Hey A-C-I-H-K Hey A-C-I-H-K L-L-E-Y-E-Y-E-Y-M-E-N-E-N-Y-O-P Q-R-R-S-E-T Q-R-R-S-E-T W-W-X Y-Y-Z Yo sé el alfabeto Olé! A-B-C-J-D-E-F-E H-A-C-I-H-K L-E-E-Y-E-Y-E-Y-E-M-E-N-E-Y-O-P Q-R-R-S-E-T Q-R-R-R-S-E-T U-V-G-X U-V-G-U-V-G-X A-Y-G-I-E-Y-E-Y-E-G-A-Z-A-Z-A-Z-A Yo sé el alfabeto . OLE! A-V-C-D-E-F-V 黑-A-J-O-T-A-K-A-L-E-E-Y-E-Y-E-M-E-N-E-N-Y-O-P-Q-R-R-E-S-A-P QRMLZT WX Y Z Z Yo Say El Alphabeto Olé 刚才那个字母歌学得怎么样 是不是未来几天大家脑海里 总是会回想起这首歌的旋律呢 那好那接着我们会把大量的篇幅 用在西班牙语字母发音的学习上面 好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西班牙语的原因 和英语一样西班牙语也有五个原因 而这五个原因是非常可爱的 为什么可爱呢 因为它有唯一性的特点 什么叫做唯一性 就是不管原因在单词中的什么位置 不管原因和哪一个辅音组成音节 他们的读音都是固定的 而这固定的读音和他们字母的读音是一致的 这样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这个词该读做WiFi 还是应该读做WiFi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重新郑重的认识一下 这五个可爱的原因 第一个 啊 啊 读这个原因的时候 嘴半张开就好了 注意发音的位置在口腔的中部 请再跟我读一遍 啊 啊 第二个是我们已经着重强调过的微笑音 还记得吗 微笑的口诀是 双唇向两边咧开 不要憨笑而要微笑 对吧 所以这个读做 A A 接着是更加含蓄的微笑音 双唇微微咧开 读做 E E 注意一点 这个音和汉语拼音的E负的E 发音稍微有一些不同 不同的地方是在舌头的位置 我们发这个音的时候 舌根要尽量翘起来 所以读做 E E 所以舌头在口腔里 其实蛮累的 接着 接着 这个字母就和我们的嘴形是一样的 我们发这个音的时候 嘴要张得圆 张得越圆 发的音就越标准 所以请跟我读 O O 然后保持发O的嘴形不变 逐渐缩小几倍 再往前突出一些 我们得到的就是最后一个原因的读音 读做 U U 那还要注意的是 第二个微笑音 E 发音的部位是在口腔的前部 接着 后两个 O和U 发音的部位是在口腔的后部 大家记住了吗 五个可爱的原因咱们已经学完了 接着我们来请出绅士 西班牙语的福音呢 就像绅士一样 总是围绕在原音的身边 那我们把福音也做一归类 福音里面有清福音 那还记得清福音的发音要诀吗 发音的要诀就是声带不振动 这个清福音也是俗称的嘴前音 那西班牙语一共有这么些清福音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上面一排是大写 下面一排是小写 来请跟我再读一遍 第一个 B 第二个 D 接着 F C和G的组合 然后 接着 然后是又一个组合 C和C 接着最后一个 X X 我们来看一下 卓辅音 卓辅音发音的要诀是声带有明显的振动 这个也是俗称的喉咙音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 L L 第二组 M M 接着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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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D L L 接下来又是一个组合 是B和V的组合 B V 接着 E E E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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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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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的福音里面还有一些奇葩 比如这一个 时清时浊的 这个是 就是这个字母 以及不清不浊的 是这个字母 还有两个外缘 是 和 那好 那我们先从清福音说起 我们要学的 第一个字母读作 但是它 在单词中的发音 是这样的 怎么要发音呢 首先嘴 闭上气流从口腔中 冲出来 注意它和英语的最大的区别是 英语这个字母是送气的音 而西班牙语不送气 英语的送气读作 而西班牙语读作 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 咱们来拼一下 和五个原音 在一起拼读一下 第一组 和阿合在一起拼 就成了 接着 那咱们重新再来拼一下 怎么样 是不是越来越熟练了 那好 那请看第二排 第二排怎么读呢 前面的原音自己读是一个音节 后面的发现和第一排 其实读法是完全一样的 好那咱们自己读一下 那我给大家写出一个单词 大家开动脑筋 看一看怎样读才是它正确的读音 可能大家又有疑问了 不是说好的 只读音节吗 那第二个阿上面的这个符号 到底又是什么呢 别急 我现在就给大家解释 这个第二个阿上面的符号 叫做中读符号 注意它不是汉语拼音的二声 它是西班牙语的中读符号 它像一个小帽子一样 只戴在原音的头上 它戴在哪个原音的头上 哪个原音中读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单词的中读音节 是最后一个音节 怎么读呢 嗯对了 读作把爸 把爸 那是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两秒钟的时间 思考的时间 好答案揭晓 看这幅图片 大家都知道了 这幅图片是 大头儿子和小头 对了 那刚才那个爸爸的意思 就是爸爸 就是中文的爸爸的意思 好 接着我们继续 下一个清符音读作 D 它的发音读作 D D 发音的时候 舌尖底上上前额 我们发的这个音 注意 依然也要和英语的 这个字母区别开 英语这个是要送气的 读作 T T 而西班牙语 不送气 西班牙语没有送气的音 它读作 T T 老规矩 我们和五个原因 在一起拼 第一个 读作 对了 DA DA 第二个 D D 第三个呢 对了 D D 接着 DO DO 然后 D D 那第二排 有了第一个字母的经验 第二排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吧 第二排第一个读作 ATA ATA ETE ETE ITI ITI OTO OTO 和 UDU UDU 好 那又到了学单词的时间了 这个单词呢 两个音节都是咱们学过的两个字母的组合 怎么读呢 嗯 对了 读作 DIBLE DIBLE 那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请看这幅图 这幅图里面有好多种不同的乐器 对不对 那刚才那个DIBLE的单词的意思就是种类 种类的意思 好 接着咱们继续 第三个情符音字母读作 F 那它在单词中发音和英语是一样的 上牙轻咬下嘴唇 气流从唇齿间经过 就发出整个音了 所以它的读音是 F 那我们和五个原因拼读是这样的 发发接着飞飞 接着飞飞 我们再练一组 我们再练一组 挑战性 对不对 因为这个单词呢 我们读出音来之后发现 好像和英语的哪个读音 发音是一样的 怎么读音呢 Photo Photo 那它的含义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对了 就是照片的意思 照片 Photo 接着再来一组 再来一个单词 依然有一个什么 中读符号 对 那所以它的中读就在 中读音节就在最后一个音节上面 所以它读作 Sofar 对 Sofar 那这个单词更加没有挑战度 因为写法几乎和英语都是一样的 它的含义就是 沙发 沙发 那西班牙语单词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个组合 注意这个组合 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比较复杂 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它的组合 一定要牢牢记住黑体字的部分 也就是在原音A和E前面的辅音 发生了变化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边读一边往头脑里面记忆 Ga Gi Gi Go Gu 大家再看一眼黑色字体 A和E前面的辅音发生了变化 Gi Gi 好 为了加身印象 为了加身印象我们再读一遍 Ga Gi Gi Go Gu 也就是说这个这一组的福音读作GGG的音 好 接着 读作 对了 Aka Aka Eke Eke 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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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 Oko 和Uku Uku 好 记住了吗 再看一眼 A和E前面的辅音一定是Gu和U的组合 读作GG 好 那我们看C的第二组发音的情况 当C在这样四个字母前面的时候 哪四个字母呢 在他自己的前面是C 或者是在N的前面 又或者是在这样一对什么清卓福音的前面 这对清卓福音是D和N的前面的时候 他发作K K 那咱们来看一个单词 第一个上面这个单词 大家看这个C在清福音的D的前面 那他就读作K 所以这个词读作ACTO 好 接着下一个 下一个有点长啊 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有两个挨着的C 那第一个C就读作K 第二个读作C 舌头清出来 那个擦音C 所以这个单词读作ACCESSO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怎么读呢 头脑里迅速回响刚才那个表格 C和A的组合读作 对了读作G 那下面这个读作M 合在一起读作Gamma 对Gamma Gamma是什么意思呢 是 就是大家 早上都不愿离开的那一个床 那一张床 Gamma是床的意思 好 接着 我给大家的这个单词稍微有点长 但是非常有用 怎么读呢 试试读一下 读作Go La 对吧 接着 两个原因放在一起了 没关系 咱们把每个原因都读得充分就好 所以读作Gao 合在一起 GolaGao 对吧 GolaGao 读出来了 大家觉得 它的翻译仿佛似曾相识 那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高乐高的意思 我相信大家小时候 肯定会经常喝这个高乐高 是不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呢 那高乐高是西班牙人发明的 也是西班牙对世界贡献的一道美食 嗯 高乐高产生于二战结束之后 当时西班牙的经济非常萧条 物资非常匮乏 那有两个社会 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就一直在探索一种食物 能够快速的补充营养和能量 那他们就发明了高乐高这个食品 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 高乐高是要和牛奶在一起冲调 才是最好的选择对吧 最佳的搭档 那欧洲人特别吃这一套 立刻就风靡欧洲 也就有了现在的高乐高 好我们继续 我相信有前面几个单词的历练 这个单词对于大家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了吧 这个标识读作 高 Gogagola Gogagola 对了 Gogagola 就是我们的可口可乐 西班牙人的读音就是这么的任性 请再跟我读一下 Gogagola Gogagola 请注意黑色字体 A和E前面的辅音发生了变化 这一组的发音呢 是舌交微微出来 形成一种擦音 好 这个读作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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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加深一遍印象 第一组读作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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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进阶的练习 第一个读作 对了 Asa Asa Ese Ese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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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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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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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单词 这个单词怎么读呢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音节 前两个字母是一个音节 后两个字母是一个音节 前两个字母我们肯定都会了 读作 Se 后面两个字母呢 读作 Na 合在一起 Se Na 注意舌头要性感的出来一点点哦 Se Na Se Na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晚餐的意思 晚餐 Se Na 好 那我想对去西班牙也打算减肥的妹子说一句 你们放弃吧 为什么呢 因为西班牙人晚饭吃饭的时间是从晚上九点开始的 哎 说多了都是累不说了 接着我们看下一个辅音 这个辅音呢 发音的时候舌头的前半部分要抵着前额 发的音是一个擦音 所以读作 是这个音 那和五个原音组合在一起就是 恰恰恰 注意啊 然后注意这个和汉语拼音的恰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舌头的位置上 是放在前额的地方 然后 恰恰 接着 接着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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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读作 对了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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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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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一样的一个单词 发音能这样可爱 还有点奇怪呢 我把它的标识拿出来 大家都知道了 哦 原来就是珍宝珠啊 没错 珍宝珠也是西班牙人的 也是西班牙人为世界增添的又一抹亮色 那Chubachubes也是出现于上世纪的50年代 那它的创始人呢 生长在一个炙糖果的世家 从小就耳濡目染 它在生活中就发现啊 传统的糖果对于小孩子们来说太大了 他们往往一次吃不完 那就很容易弄脏 丢了也很可惜 这时候它就灵光乍现 它想 为什么不能够在糖果的上面 插一根小棒子呢 这样既方便携带又变得很有趣 于是第一个Chubachubes 就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诞生了 非常受欢迎 几乎是人见人爱 那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 西班牙著名的画家达利先生 就为珍宝珠 也就是Chubachubes 设计了这个小厨局的logo 一直沿用纸巾 那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棒棒糖不只是一种用来吃的美食 还是一种姿态的象征 对吗 接着下一个单词 怎么读呢 读做Chiga 合在一起 Chiga 在我看来 Chiga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单词 为什么 因为它的含义是 女孩 小女孩 女生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 这首歌呢 是 伦巴 Flamingo风格的一首舞曲 非常好听 非常具有西班牙特色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Una Chiga Muy Guava Una Chiga Muy Guava 合在一起 Una Chiga Muy Guava 什么意思呢 Una是不定贯词 一个 某一个的意思 Chiga 刚才咱们已经认识过了 是女孩的意思 Muy相当于very 很非常 那Guava 就是漂亮的意思 合在一起 一个女孩 非常漂亮 那西班牙语的形容词 几乎都是放在名词的后面的 他习惯于放在名词后面 所以Guava这个词 才放到了Chiga的后面 所以这个歌名翻译成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下面咱们来一起听一下 这首歌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呀 主要讲述了一个叫做 换的男孩 深深的爱上了一位 非常漂亮的姑娘 在歌唱中 她表达了自己的高兴 自己的无奈 大家是不是也对这首旋律 深深的吸引了呢 那接着我们来进入学习 进入下一组字母的学习 下一组字母呢 是一个小舌音 注意啊 西班牙语里面也有小舌音 他这两个读作 还是请注意黑体字部分 这一组呢不是替换的关系了 这组是增加了两个 他们的所有的辅音读的都是这个小舌音 那配合五个不同的原音 我们可以读作哈 对哈 接着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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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同样也是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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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呼 和 呼 呼 注意 这一组里面上下的读音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发的是小舌音 那可能很多同学要问 怎么来发这个小舌音呢 小舌音其实就是你口腔里边的那个小舌微微震动产生的音 那这个音呢相对于大舌音来讲是非常好练的 我们在平时喝口水或者是刷个牙的时候 口腔里流一口水 然后吹气 或者是平时大家太累了打个呼噜发的也是这个音 不要告诉我大家不会哦 这个打呼噜的音就是这个小舌音 那好 那我们再练一下 接着 我们接着再来巩固一番 第一组 第一组 依然是 哈 哈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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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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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和中间的两个发音完全一样 所以读作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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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 所以广大的软妹子们你们就不要再不好意思了 否则你们发的非常温柔的音他们西班牙人听不懂的 好 接着这个单词怎么读呢 前两个字母是一个音节 后三个字母是一个音节 所以它读作 哈 后两个 后三个是 梦 所以合在一起 哈梦 哈梦 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单词 魔力到 哈梦一出 所有西班牙人都会道歉一口口水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哈梦的含义是 火腿 可以被认为是西班牙的果肉 人人都爱火腿这句话 在西班牙一点都不夸张 那根据 根据火腿选用的猪的品种 以及饲养的过程 火腿分为这样两个种类 也是两个等级 一个是 哈梦 一个是 哈梦 以贝利古 哈梦 以贝利古 那这一个等级 是火腿里面的贵族 选用的是黑蹄儿猪 作为原料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不菲的 接着下一个更亲民的等级是 哈梦 是这样写的哈梦 是这样写的哈梦 这个是选用的一般的家养的猪 作为原料 价格非常亲民 大家都能够接受得了 好 不管是哪一个种类的哈梦 不管是哪一个种类的火腿 它的制作过程都要至少经过一年的时间 才可以上市 才可以搬到人们的餐桌上来 那运到餐馆和超市里面 是这个样子的 人们把它一片片切下来 是这个样子的 最后到了餐桌上 是这个样子的 而围观的人 是这个样子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轻浮音 这个轻浮音呢 有三种情况 两种发音 第一种情况 当它在此手的时候 它发的音是 发这个音的时候 舌头要尽量贴近上下两个牙齿的中间 但是不要出来 为了增大摩擦 所以第一排 我们读作 第二种情况 当X在两个原音之间的时候 我们读作 所以下面这一排 就应该读作 接着第三种情况 当它在浮音之前的时候 还记得前面说过的两种情况吗 第一种情况 当它在此手的时候 它读的音是 第二种情况 在两个原音中间的时候 它发的是 那么 当它在浮音之前的时候 我们既可以发 也可以发 也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完全根据我们的心情来判断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单词 第一个单词 我既可以读作 texto 也可以读成 desto 好 那第二个单词呢 既可以读作 mixedo 也可以读成 misto 完全看我的心情 就是这么任性 那接着屏幕出现了一个单词 大家看到这个单词 是不是心痛一震呢 没错 虽然西班牙语的 我们还没有学过这个单词 可是这个单词 长相和英语完全一样 我们已经能够知道它的意思 它就是考试的意思 那具体怎么读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agis 是在两个原音之间 所以它必须读作 然后后三个字母是一个音节 读作men 所以合在一起读作examen examen examen 没错 它就是折磨过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心目中的梦魇 考试 好 以上就是西班牙语 字母 原音和轻辅音的部分 在接下来 卓辅音的学习中 我会给大家提供更多 好玩的单词 有趣的文化 那今天我们的第一课就到这里了 Adios Hasta la próxima